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丹 我是美樂 那我們這次又回到永靖 來拍一些好吃好玩的跟你們看啦 那因為之前我有在永靖這邊住了一陣子 然後那時候呢 我就自己騎著腳踏車呢 去永靖市區那邊晃晃 然後我發現 在我們永靖這邊 其實真的是有非常多 好吃的東西 然後還有一些很漂亮的景點 那這次呢 就想說帶Melody呢 我們一起去那邊逛逛 走吧 阿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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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靖的早餐第一間 我們要來吃這間花媽飯糰 那它是在永靖國小的後門的對面 那這間是阿丹她的大姑姑啊 上次買回來我們大家都覺得超好吃的 所以就一直 重追猛感的問她說是哪一間 然後她才跟我們說是這間 而且她自己也講不太清楚 所以我們就追了很多線索 才終於追到了這間飯糰店 那我們去買吧 它這個飯糰有分紫米跟白米的 我們點了紫米的 感覺比較健康 然後你還可以選擇要加蛋 荷包蛋或者是蔥蛋 他們點了這樣子一顆是40塊錢 超好吃的超大顆 恩 還是剛包好熱熱的 比較好吃 很好吃耶 恩 好好吃喔 跟我上次買回去又不一樣 恩 好吃耶 我們等一下還要去吃別的東西 喔 永靖的下一間就在飯糰隔壁 欸走過頭了 就在這裡而已 隔壁而已 超好吃的水煎包 超級好吃 這邊的水煎包是一顆13塊 然後兩顆25塊 然後那除了水煎包之外呢 還有賣麵線 跟甜甜圈 豆花 然後這水煎包耶 耶 你看 這水煎包很好吃耶 吃起來 堪吃堪吃的 是不是真的是好吃的對不對 沒有騙你吧 是好吃的 它下面的皮焦焦香香脆脆的 難怪這麼多人在排 很香 超多人在排隊 早餐吃飽後呢 可以來這個永靜市場走走 可以逛一下永靜這邊的菜市場 你看像它這個 這個肉圓很便宜又很好吃 我們上次就是跟阿公買這個之餘 對啊 Hennedy你看這間炸雞 這是阿公會買給你 對阿公會買 就是這間 只有每個禮拜天才會開的 阿公本來只有買給你吃 現在他 就之前連我都買給你 對啊 因為阿公不知道買什麼給我們 但他又很疼我們 所以他就去買那個炸雞 那我們現在呢 要來找找看 隱藏在市場裡面 聽說很好吃的昂菇粿 欸 就在前面 這個嗎 這個嗎 這個吧 聽說他這間已經開了很久 我十三歲就吃藍色 沒賣了 喔 現在六十四歲 看你現在六十五歲了 你看起來不像六十四阿 我四十六年式的 嘿嘿 你看起來像四十六歲啦 Hennedy跟你說 這個昂菇粿阿 我喜歡是用煎的 他用煎 煎起來之後 外面就會焦焦的 對對對 然後裡面軟軟的 很好吃 它這邊有賣花生的 紅豆的 跟Chika粿 紅豆的二十塊 花生的二十五塊 他這邊除了賣粿之外 還有 夏天的時候是賣刷冰 然後你看他這裡還有在賣 湯圓阿圓 Merry我們好像提早 進入了阿公阿嬤的年紀 滿載而貴 對 一早來逛市場 然後就有買了這麼多東西 買回去給大家吃 吃完早餐之後 我們來這個永靖街的永安宮 這邊走走 那這邊呢是地方的信仰中心 主要呢是祈拜三三國王 那他這邊阿 早上或下午都會有不同的小吃餐 在這邊擺喔 而且都是要排隊的 嗯 然後聽說媽祖遶境也是必經之路喔 在永安宮的對面還有這間 開了五十多年的仙草茶 很好喝喔 我們下午來喝喝看 好啦關門了 他這邊早上會賣蛋餅 小姑姑超愛吃的 他說他從小吃到現在 嗯他很喜歡吃這間蛋餅 然後這邊下午的時候還會賣高麗菜包 也是很好吃 欸為什麼這裡是拜三三國王 因為我們永靖這邊比較多客家人阿 然後客家人主要呢 他們就是在拜三三國王 那我是客家人嗎 你是吧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我是不是客家人耶 哈哈 但好像是 因為我阿公阿媽都不知道我們是不是 在永安宮旁邊呢 有一個新景點 就是這個永安小院子 那這永安小院子呢 是這個鼎心河德文教基金會呢 在這邊設立了一個有磁塞 然後跟老宅的一個區域 然後他這邊的開放時間是9點到晚上9點 然後他這邊都是免費參觀的 也很適合拍照 他這邊設立的目標呢 主要就是為了一些文資保存阿 然後老宅古厝的一個保存 讓大家可以來這邊參觀 而且他這邊說永靖是苗木之下 所以這都會有公司的 這個還有小朋友做的這一種 對耶做成貓頭鷹太可愛了吧 欸他這個就是永靖國小的學生阿 客後園一般在這邊做的產品展示耶 很可愛耶 很可愛的耶 他這邊以前就是頂興開的百貨公司 然後現在呢 他們的基金會在這邊打造成一個 綠意的展覽空間 我覺得這個地方就是 還有很多不同種的植栽阿 然後還有不同種植物 還有一些手作課程的地方 讓小朋友來到這邊的時候 可以更清淨更了解 我們居住的這個永靖這個地方 對啊這個環境 在永安小院子的旁邊 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我們那個永靖的故事牆了 就在那裡而已 前面幾條巷 獸魂杯就在這裡 啊為什麼叫做獸魂杯 因為是賣這種這種 對 Merry現在這個超珍貴的 台灣豬 就是壁畫小鎮 我們這邊根本就是壁畫小鎮 對 沒錯真的 壁畫小鎮 你看這個叫做什麼 對 對 Merry你知道這是什麼電影嗎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感覺有上海的背景 有沒有人知道啊 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還很多人看的 嗯 你知道嗎 他這邊聽說 有一些人的臉 他們是用明星的臉畫上去的 你可以找找看 欸 你看 幫他腳沉耶 在哪裡 在你前面 在這裡就是這裡啊 老業市場 我們家以前就是種這個老業的 嗯 我們老業然後以前都要把他這樣 摺摺摺摺起來 這個應該 這樣子應該是我阿嬤了 他這故事牆啊 就是我們永靜的在地畫家 叫做蔣紅明 他就會回來這邊 把我們永靜以前 繁華樣子 把他畫出來 聽說這邊是 清朝時候的景象 嗯 所以該那個應該不是我阿嬤啦 哈哈 應該是我阿嬤的阿嬤吧 蛤 你看前面還有 很大一片耶 怎麼永靜市啊 嗯 這個市區 這裡真的是 插畫小鎮耶 哇 我有點起雞皮疙瘩 你有看到珍珠的藝人嗎 有 這個人阿 這叫什麼 這很眼熟耶 這個是打拳的那個阿 這是畫這裡的市區的樣子 這裡以前有戲院 以前的人就這麼漂亮嗎 欸這個人我認得了 張學友 張學友 張學友真的 原來張學友來這裡 不要感到 張學友 嗯 有可能 那這個你認得了嗎 這個這個這個 我認得阿 哈哈 我認得阿 哈哈 最有像了 在永安宮的對面呢 有一間這個50年老店的清草場 他這邊已經開幕非常久了 從我有印象以來 我就看到他在這邊 但是我從來都沒有來喝過 哇你看他這個15塊而已 這麼大一杯 清涼也可 好啦那接下來中午 我要帶你去吃一間我阿公 他以前就很喜歡吃的一間 當阿比哥 其實他也是在永安宮的對面而已 那因為當我們要去吃的那間米糕店 他要3點才開門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旁邊這個 古早味麵店 那這些也是 他在小時候他阿公都會帶他來吃的麵攤喔 我們點了一個米苔木乾麵店 湯青菜還有乾麵 嗯 然後這個米苔木跟乾麵的一碗都是25塊 讓我來喝喝看這個米苔木的湯有沒有 回憶中的味道 嗯 古早味 古早味是什麼味 我告訴你古早味是什麼味 就是有油蔥跟韭菜 差不多就是了 叮叮叮叮 我亂說 就對了 好啦那吃完午餐之後呢 我們要來這個呢 就是在永靖國校對面的這個 陳美文化園 這個超有趣的 對啊你一直說要來 這次終於我們來了 連我這裡都沒有來過呢 進去走走看 沒有大家都知道 那我們現在去買票吧 啊要戴口罩 好了 口罩戴起來 他這邊門票一個人是300塊 射擊彰化線的是280元 然後入園可以抵消費 哦 永靖鄉民是150元 又是他們家嗎 是啊 也是是他們家 Sorry 你嫁給我 是長那樣 不是長這樣 欸 他這個門票還可以抵100元消費喔 嗯 所以這個要留好 那參觀完之後呢 就可以來這邊買東西 還有這個 打卡專用 真的打卡專用油紙傘 嘿嘿 嘿嘿 就可以邊拿傘邊逛欸 小心後面喔 從他這邊的大門口一進來呢 就可以看得到他們這邊的一個 花園庭院的一個地方 然後他這邊種了非常多 不同的植栽做造劑 然後還有那種小橋啊 流水這樣子 在他們的這個庭園旁邊呢 有一個小湖 然後在湖旁邊呢 種滿一整台超美的洛宇松 然後他現在已經變蟲了 超漂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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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最裡面就是他們的這個 陳美工堂 就是把他們的老宅翻新整修之後 然後現在 呃 在那邊展示著給我們大家看 嗯 已經來在剛剛那個花園旁邊 就種滿一整台的洛宇松欸 對啊 超級好拍照的 而且啊 現在都已經變黃色了 很漂亮 嗯 還會這麼多人在這裡拍照 走完剛才那個洛宇松大道之後呢 那接下來就會來到這個 陳美工堂的這個大門口 很漂亮欸 有沒有 有沒有覺得跟進來我們家差不多啊 沒有 這邊就是整個洛宇松 對啊 欸 美里 灶咖 來看一下他們的灶咖 這是有一個平產的最小用的 喔 真的欸 中島廚房欸 中島廚房 哈哈 美里這不是我們家也有的東西嗎 嗯 這兩個我們家都有 然後你看它這邊 下面就是放柴火的地方 就可以把那個木材放進去 嗯 就可以在你的中島廚房 這是中島廚房上面做菜 完美的中島廚房的呈現 真的 欸他桌上還整製了一些客家的菜 滷豬腳 我阿公招牌菜滷豬腳 美里你看他這個房間 這真的是很久以前的房間欸 這房間很大欸 嗯 兩個床欸 嗯 美里你現在是在開箱房間嗎 哇 欸 這樣好棒喔 齁 這真的是把以前的東西留下來 我也要這樣子 把我以前的東西留下來一下 欸 這是讓我們以前在上廁所 真的欸 你果然就是 到了飯店之後 就先看上廁所的地方 長什麼樣子 你看他這裡去啊 就是 他會發一些 永靜的特別的QQ 口音 你去用那個假的邊 那個 那個我阿嬤很會說 那個我阿嬤很會說 你阿嬤 你阿嬤 年年 丹丹 這有名小姐 會小情間 你都愛去看醫生 美里 嗯 你看那邊 那個字就在那裡 QQ 你看這個字 他這個字念QQ 他就是用孔孟浩雪組成的一個字喔 然後在他這個中庭這邊啊 還有這個古景 可以讓 一些沒有看過古景的人 長什麼樣子 雖然我是 看過了很多次 手提掉下去囉 掉下去我就糟糕了 這裡真的滿適合放假的時候來這邊走走的齁 對啊 嗯 而且來到這邊可以看到很多以前的東西 以前的樣子 而且這裡很多植栽都很漂亮 對啊 而且他這邊有非常多 像是一些古早味的一些小東西的小房間 你就可以去參觀 還有互動的 對互動的地方 而且來到這邊啊 我就想到我每次回來鄉下 回來彰化的時候 然後一進到這個大廳裡面啊 阿公阿嬤就會在大廳的門口等我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這種文化資產保存的地方真的是很不錯 就是可以讓更多可能沒有看過台灣以前樣子 來去更了解 Merry現在有三點了 你要不要來吃這個丹阿米糕啊 吃一下這種米飯的了啦 這種整宵夜在吃我們先去吃前面的雞王 在丹阿米糕對面有這間鳥來波鹹素雞 也是超好吃 推薦 好的我們現在到了雞王了 人也太多了吧 你看我排到這裡 他之前舊店面在前面 是一間小小的攤販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排隊的人真的非常的多 然後這種開了店面之後呢 我印象中他沒有這麼多人啊 今天人好多喔 他這邊雞排已經奔55塊 然後他有雞排跟五股雞排 還可以切這樣子 嗯 耶 快來吃吧 好吃喔 這個我表妹每一次回來都一定要吃 吃給他看 是不是真的很好吃啊 好吃欸 喔 真的好吃 欸 你看那邊有個城市家廟欸 去看看好不好 聽說在我們這邊啊 總共有三個大姓 一個是姓陳 一個姓邱 還有姓詹 那 我們來到這個 就是其中一個城市的家廟 然後另外還有 秋市跟詹市的家廟 這樣 有人在泳京是大姓欸 嗯 我們今天真是一個 穿越歷史的旅行齁 文化之旅 嗯 方正深度旅行 嗯 連我自己都沒有這樣子做過 好啦那影片的最後呢 我們當然要買一些伴手禮回家啦 那我們最推薦的就是這間 無緣心麻辣店 每次問你永靜有什麼伴手禮好買的 你都會說這個麻辣喔 真的超好吃的一間 我們真的是從小吃到大的 它那邊就是你買一顆一顆一顆 蹭筋的 然後這邊就是直接幫你蹭好 你買一包是多少錢這樣 一包就是一種頭 沒有點你看這就是NG版 吃起來也還好啊 長得比較醜一點點 但是吃起來一模一樣 很好吃非常好吃 內行人就是滿吃的 這個有花生顆粒的這個頭刀繞 是我最喜歡的 它這邊還有蛋捲很好吃喔 可是蛋捲是隱藏版的 所以不一定每次都有 超級好吃的齁 你上次一吃就說超好吃的 好了我滿好吃的 我們這次的永靈影片就到這裡啦 那如果你也在安排加入的行程的話 也非常歡迎來到永靈這邊玩喔 那我們今天這幾個點呢 我們都會整理 然後放在下面 用Google Map的連結方式 我們只要點進去呢 就可以直接找到我們推薦的這影片 好啊那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記得按讚、分享、訂閱、開啟小鈴鐺 OK 掰掰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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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